大家好,我是老吴 今天来讲一下这个黑苹果关于本机 然后这一个处理器的话 它显示一个位置 或者是有一些I7它显示成I9 或者是I9显示成I7 这一个错误信息的修正方法 那么其实方法就是挺简单的 在这个引导文件Cover里面 修改一下这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用这一个修改器打开 然后的话我们找到这一个CPU设置这一边 在这个类型这一边填进去CPU的类型就可以了 这一边有一些常用的CPU类型 Quiii3的、I5的、I7的、I9的 下面是这一些就是自强的 那我这一台电脑的话 它是一个自强的处理器 我们就把这个E5的这一个参数 填进来 好,填到这一边去的话 保存这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保存完之后重启 这个处理器的信息就会显示成这一个自强E5 那么这一个修改方法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修改方法 也有一些的话是要修改这个系统里面的语言文件的 但确实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这样子会破坏系统的一个完整性 或者是在下一个系统升级的时候 这个信息又会回来了 在这个Cover里面改的话 那是最直接 也就是说最快的 也不会损害到系统的一个完整性 也不会说担心改错了 然后对系统有什么影响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